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渔民拿的是一种叫什么鱼钩鱼刀 这个你看韩国的海警的船围困着中国的渔船 你再看下边 我说有意思的是这个 中国渔船排成一排 有没有让你想起当年甲午海战 不是甲午海战 这吴雨森大片 吴雨森大片 这是赤壁 谁说我们中国人不团结 淘军 再看下边 在韩国人面前 你看我们很团结 人家以为电脑花出来的呢 你看那个红的 就是韩国海警的快艇 这是以前的 这不是这次的 然后你再看 这是这次的 就是被韩方指控 涉嫌 刺死了韩国警方一名人员的 咱们的那个船长 那么那个船长 你知道我这个一做功课 我才发现呢 这个煽动渔民的跟记者讲了 这个事啊 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就是光今年 韩国那方面呢 在黄海 就扣了咱们多少渔船 你想了 430多艘 曾经有3000渔民 就被扣过 对 所以 可是既然一直发生这么多事情 那这样我听 好奇是 为什么没有 没有 没有一个制度 或说一个平台去处理了 因为假如你说 有几千个渔民被扣拢 因为我们想象 假如说 在其他国家的海域 发生这种事 不要说几千个渔民 或者几百个渔民 受到干扰 光是你假如有几个渔民 被被侵犯了 也变成两个国家之间 很重要的议题了 韩运 边界 那为什么会累积到 这种情况 用这种悲剧的方法 来引爆整个事情 这个事 现在这个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不也说了吗 是中方正在核实 这个事情的这个真相 反正一定会配合韩方 怎么妥善解决 我跟你说是因为什么吧 简单来说 就是说 中国这个渔民 就说了 说 人船 当年美军 就在人船登陆 你知道那个地方 平常韩国渔民 都不大去 为什么 因为那是南北韩的 军事分界线附近 但是 他们还有争议 有争议的海域 弄不好呆 吃一炮弹 那个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 现在是 鱼产资源 最丰富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去呢 你看 渔民他不知道 什么这界限 那界限 渔民就是说 我记得 我爷爷 都到那打过鱼 我爹 到那打过鱼 但是确实后来呢 中韩之间签署 这个备忘录 就韩国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啊 所以韩国这边就说 你是跑到我的这个地方来 可是 对于渔民来说 他们就讲了几句话 就是说 近海 无鱼可打 远海 又不能去打 回家呢 还无地可中 说这是辽宁 山东那边渔民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啊 这玩意儿 很能反映 咱们这个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 这个中韩 这个海域的发生冲突 根子在日本 你还别说 这回啊 是这个韩国提高了罚款 过去罚40多万 这次抓住他们认为的这种非法捕鱼啊 罚60万 而这个是什么事之后呢 就是日韩之间 他们前一阵掐起来说 咱们要对付中国渔民 非法捕鱼这问题 不是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在黄海 中国渔民捕的虾 是日本人的主要的 Templar的主要来源 不是吗 好多年前 那就他们买中国渔民打的 对 好多年前 我在日本碰到 张成志知道吧 一个作家 他就跟我 他你知道爱国主义非常清楚 他说我们黄海 要不给日本的虾 他们就没法开饭了 他们日本 日本啊 他地方小 资源少 可他省着用 你看日本多少树啊 他指 日本人最喜欢用纸了 纸是最讲究的 可这个木头 全都马来西亚去弄 他自己的这点地方啊 保护的特别好 他海产也是这样 他能进口就进口 所以我不知道 我当然没有确切的数字了 但是总之 很多中国渔民打的东西 其实可能是卖给日本人的 结果呢 在韩国的海域 跟韩国发生冲突了 这个关于 关于这个 日本的这个狼子野心呢 能藏东西 我也听过这种传说 说日本人啊 几十年啊 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煤 有他们也不烧 而且呢 说日本有一个地方 就是他广买中国山西的煤嘛 买去之后 他们就埋在那 年年 年年月月就买啊 现在已经地下 那大块地方 埋的全是中国买的煤 煤我不知道 稀土肯定 咱稀土烂开啊 像江西啊 中国有些地方穷嘛 没别的资源 那就稀土很 就是你前一阵还搞得很大嘛 不是一发生冲突 就是中国要限制 中国一说要限制稀土出口 他们就炒得要命 其实很 世界上很多国家自己的稀土不开 全来开中国 你知道真的 徐老师 你你真是启发我这个想想法哈 现在咱们这个中一不是讲啊 东藏吗 现在冬天来了 东藏 我觉得啊 中国人真是应该想想这个藏这个字 你知道这次这个鱼啊 我看了一些背景介绍啊 中国渔民打鱼的方式 我都认为啊 跟我们经济发展的特点很有关系 说日本和韩国他们打鱼啊 现在都已经叫做这个钓 托绳钓鱼 托绳钓鱼作业 托绳钓鱼作业能打到的是什么鱼呢 高质量的鱼 就是它是有目标 有选择 那个 那个 卖的很贵的 高经济价值的鱼 哎 他们打来也许不多 可是卖的钱比你多 可是人家为什么 现在就烦中国渔民这个打鱼呢 就是现在我们还在采取这个托网 托网打鱼就是典型的大小通吃 所以为什么他们也讲 就是说中国近海这个鱼越来越少了 你这个不可持续发展啊 大鱼小鱼就全被录了 对于中国渔民来说 这是最好的方法 而且我们刚看到图片那种船啊 它看起来很不现代化嘛 真的好像跟三国年代的船没有两样 所以他就基本上就只能这样拖网 对他来说没有关系啊 他除了拖回来的东西 卖给日本也行 中国大 他光是不要说卖去南方那么远啊 在北方 有很多地方可以卖到 所以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他这个方法是 最符合他的经济效益的 但其实蛮惨的 就是说人口逼的 我以前不是 我好多年前 我不是下乡吗 那个农村吧 那个村子周围啊 大概半里多的地方啊 全没有树的 树都有 孤零零的在那里 因为有政策 不能砍树 但是树边上的这个枝压啊 全部砍光的 然后砍财 大家就要走很远 为什么都砍光呢 就是肚子啊 就是要能源嘛 就是各家 阿诚那个什么 那个树王啊 小说 说这个当地的村民 怎么这个自然观啊 好像树连天啊 我去那乡下 我看农民就是 肚子吃饱第一啊 没有那么多 这个天人合一的 到家的观啊 你叫他有什么办法 我们当时生活也是这样 你饭烧不着的时候 谁还管这些 人穷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所以你后来 比方说我去黄河边上 靠近延安啊 就延西山的那些地方 你看马鞍山 这个黄土 黄河边上的水土流失 都只有小树芽 而且都是说改革开放以后 才种的 多少年来 中国人这个民以食为天 要烧财 这是没法 一样的道理 像渔民也是这样 我们这么穷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 谁还管省着用资源 那这个说到底啊 你替农民想想 你要是农民的话 你怎么办 而且这农民呢 全是这个算着账的 你知道就是我们山东那边的 他沿海这出去一趟啊 少则四五天 多则半个月 你知道这一趟下来 打这鱼 大小通吃 他能赚多少钱呢 十几万 十六万 或者多的 二十万 可是呢 为什么他跑啊 现在这个中国渔民的渔船上 你说别的很落后啊 他有雷达 他有雷达 他看着那个巡逻艇追过来啊 他都跑 为什么这次发生冲突 这个船长死也不肯 把船被他们扣吗 为什么呢 你想他赚那么点钱 这一扣罚款就是六十万 而且你扣住之后 可能扣你很多天呢 扣你很多天 那他确实没法生活了 所以他才弄到这种 怎么就出了人命呢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马博士虽然不是渔民 但是过去也跟韩国人发生过冲突 是吗 没有 我虽然不是渔民 可是我知道鱼 是可以在敲锡市场买得到 这是我女儿问我的 没有 我女儿给我的回答 因为我记得以前小时候 我问他 你知道什么东西从哪里来的吗 问到鱼的时候 它很简单 敲锡市场 钱从哪里来的很简单 答案是一样 现在的这个小妹妹 小女孩 什么小学生 下乡去学习一下 去过个暑假 都能问这个老农民 说老伯伯 这驴为什么长脚 老伯伯说 那是因为那是牛 所以那个没有 我好奇是韩国人的观点是怎么样 最近几年我们在香港也好 大陆也好 对于说韩剧都非常热衷去看 很多朋友年轻人你想象不到 他懂得听韩文的 他看不懂 可是他看韩剧看多了 看字幕看多了 他居然大概掌握得了 我蛮好奇是说 他们有没有方法都知道说 韩国人怎么看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刚怎么讲 中国渔民怎么採 中国农民怎么採 可是你站在韩国的角度 我的海 我的地方 或者说有些地方 还没讲清楚是谁的 那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 来拿我们的鱼 然后甚至接力 我们情况不太清楚 还有一些冲突 还有留学暴力事件出来 他们韩国怎么看呢 我们都知道韩国 从比方说明朝之后 就基本上瞧不起中国了 为什么 他们觉得你中国人投降给满清 韩国人有句话说 明朝以后无中国 明代真没中国的 被异国征服的 然后他们觉得我们才是正统 到了好久以后 他也一直被人家 咱们袁世凯的时候 不还拿他们的吗 没有他们是第一 没有办法 他们实力不够 一边有中国 一边有日本 别忘记韩国 曾经有一段时间 派人大使领事 派去日本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是清朝 韩国的大使 还用叫永乐的联号 永乐的联号 刚明朝以后无中国 比方说最近几年 韩国出了很多的 汉文的书出来 烟行路 慢慢越来越多的材料 里面很好玩的 很多记录清朝 韩国的人 学生也好 做官的人 商人 去中国之后的 种种建文 记录下来 用中文 汉文来记录的 其中我们看到很好玩的 他们对打 他们完全瞧不起了 他们去看到中国 对于清朝的官说 你们真丢脸 穿着什么衣服 穿胡人的衣服 胡王 皇帝的衣服 你看我们才是中国的正统 我们发型 我们服装 是是是 这种心态 一路到这里 你这么说 还倒解开了我一个 为什么他们这几年 老说中国的什么 连孔子都是他们家的 其实他们有点自称 中原文化正统的意思 他们觉得正统 就在他们那边 从明朝之后 你明朝之后 明朝以后无中国 七个字 讲清楚了 韩国很复杂的 一方面你们讲的都对 因为他在西方人 看来亚洲 中日韩是并称了 那相对中日来说 韩国你这个并称 当然就很累了 对不对 你这个 所以他自卑 要用一个过分的骄傲 来显示 掩盖自卑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 实事求是看到一点 我是去年还是前年 到韩国开会 我看得非常清楚 所有世界工业国家 工业国家里边 包括地区 包括像台湾这样 韩国是唯一一个 把中国作为最重要国家 看待的 你从哪里得这个阶段 韩国人 首先第一个 他贸易额也是 他民意测验也是 韩国人大部分 你说中国跟日本 他们大部分不喜欢日本人 他们喜欢中国人 他们讲得很简单 他说中国人忠厚 他说日本人的这个 欺负他们 他中国人 其实以前也欺负他们 但是呢 他说中国人呢 这个事情很快就忘了 大家现在就和好 日本人呢 韩国人讲起 日本人是这个 非常根根于怀的 你说日本人 他曾经 这个把人家的这个皇后啊 就抓 从皇宫里抓出来啊 当真面儿 就血刃 他那个日军 他在皇宫前面 盖的房子 大家都知道那些故事嘛 但最 他对日本人 这个我倒可以 比较容易理解 问题是 他觉得 中国的重要性 超过美国 就韩国啊 他就他贸易 各方面 而且他们看得很清楚 将来 尤其是地缘政治的关系 中国的 就对韩国来说 重要性 比美国还重要 所以 你比方说 香港啊 台湾啊 都是比较 对日本的关系 比较近一点 你比方说台湾来说 就从地区来讲 只有韩国 它是在中日之间 它偏向中国 相对来说 中韩的关系 应该是最好处的啦 如果中韩都处不好的话 那更别 其他的发达国家 你想当然是美国最重要 对不对 很多人甚至把中国当为假想 那你说就中国 我就说中国这个草根 民间的这个情绪啊 是更瞧得上韩国 还是更瞧得上日本 民间的情绪 你说工人阶级吗 年轻人的话 我觉得流行文化来说 应该还是日本主导嘛 最近几年 当然是韩国 韩国又冒起 可是我倒是想起 子东说去韩国 有一次我去韩国开会 跟一个大学 其中有一群大学生 很好玩的 因为我们说韩国人的话 有不同的群体 那群大学生是搞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做文艺的 我们看到韩国人啊 每一次街头运动 非常激烈了嘛 打什么 他们是很瞧不起 中国的大学生的 他觉得说 你看我们这边 还有这一群 马克思的铁杆粉丝啊 好像在中国 没有看到 马列的大学生的粉丝 他们那个团体 是非常瞧不起的 对 他文化上 看不起中国 真的 尤其是足球 更不要讲 对不对 但是政治上 经济上 他非常看得出来 从哪一点 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人学中文 现在最厉害 学的 学中文的人数 都我最后演讲 他做的 就韩国人 到中国留学的 也非常多 而且他们真的有很多 中文说的非常好 不像日本人 你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中国的一般的青年人 网民 他更恨日本 但是其实心里 也更瞧得起日本 恨 更尊重 是相关的 对对对 就好像是 哪怕是作为敌人 实际上呢 韩国在咱们眼里 是有点不大 高力棒子 这样叫的 不能叫这么叫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韩国 我也去过一趟 我当时敢 你说他瞧不起中国呀 就是你知道 你到他的 类似于咱们的故宫 那个地方去看 我觉得啊 就像是中国的 微缩景观 对对对 是不是就是跟我们 一步一趋 一模一样 只是小更小 更小 然后呢 模型 咱们工工的模型 没错 因为我那个时候呢 正对中国这个绘画史啊 比较感兴趣 我得看 然后呢 我就对照 这是他们多少世纪 多少世纪的 我就发现当年这个学生 能做到什么程度 基本上 100 比如说在中国 就是100年前 流行一个什么画 比如说是这个 这个八大山人 的这种画风 哎 你在看韩国 你找他同样历史年代的 基本上比你晚个50年左右 他也流行起这种画 哎 你就觉得这个 这个老师和学生 就是他跟你 亦步亦趋的 这个这个关系啊 思思入口 可是他韩国 有一个蛮 蛮遗憾的 我觉得不仅 站在中国的角度看 站在韩国人的角度看 也是遗憾 他把汉字全部放弃 你日本还用汉字 没错 有个传统 你可以看 你韩国把汉字放弃 我的天啊 你以前这么长久的历史 种种材料都用汉字 基本上来记录了 他新一代的 完全看不懂 完全这个断裂 是如此的巨大 没错 对他来说 其实文化上面 是非常大的伤害 这你说的非常对 我觉得这就是啊 这个画地为牢啊 顾不自封 实际上你吃哑巴亏 对 实际上你吃亏 你像韩国 咱们见到的多少东西 都是你确实我都看到 那都是中国字啊 整个一套文化 他们年轻人算是没戏了 对吗 我刚才在说嘛 假如这次杀的 就是死的那个是日本的警察的话 日本国内又会嫌弃一种反华的 你不要说日本国内 中国国内 日本 你杀掉日本的人 日本那个反华的这个就会起来 所以中国呢 其实我们看别人会比较清楚 自己要反省 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建狼险阳相 建阳险阳相啊 要千万要要要要要 记住 因为我就想到那个 前一阵湄公河的那个事情 湄公河 那个事情我们就觉得比较好处理了 对不对 中国人被人杀了 我们就派军队去了 啊 协防 泰国他们就很协助了 现在成立四国 这个联合巡逻 哎哎 你看这很多人现在在讨论 我看有些节目 在讨论中国向外什么驻军啊 等等这样的问题 但是你碰到有些国家 就比较麻烦 所以所以这个 归根结底是我们资源不够啊 归根结底是我们资源不够 你们有没有这感觉 我在想啊 如果真有外星人 自立 因为我去年去了两个 今年去了两个地方 一个澳大利亚 一个俄罗斯啊 那两个地方都地方极大嘛 人极少嘛 我看了一路都很气嘛 我就想 这个世界上 男女不公平 穷富不公平 什么不公平都有 但是要是外星人跑来看 一定会说 有一个东西很不公平 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这么小 住这么多人 有些地方这么大 没有人呢 搞搞云吧 搞搞云 是啊 那徐老师 搬到新疆住两天 那假如外星人来到香港 听说是 掉头就走了 完全 第一个 连放他飞碟的空间都没有 买房子也没有 买房子的能力还比不起 都文韬 不是 我觉得要是外星人 到了香港啊 不会掉头就走 走啊 弄个钩子 就能把香港勾走 像个水晶球一样给掉走 但是反过来 后来我一对澳大利亚一问 就这么大的个澳大利亚 面积相当于中国的 百分之八九十吧 人口才一个深圳 跟一个香港 这么加起来的人口吧 就一个北京的人口吧 没错 两千多万 没错 可是啊 他们绝大多数人 都住在几个大城市 所以你就说 这是人 这是没得救的 中国 中国呀 这个其实是地大 物不博 物不博 为什么说非常了不起呢 养活世界上 要不是过去这个套话 能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啊 能养活到今天 这真是确实 可是这样 有时候这样才好玩 也是澳大利亚 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